一文消息要提供给您台北市立美术馆 跟法国的里昂音乐创作中心合作 推出了一项非常特殊的音像装置展览 带您一起来欣赏 一男一女上班族被困在这大门两侧 狭窄常住的虚拟空间 受压迫扭曲变形 这个作品人像柱 投射出的是现代上班族被挤压 以及社会拥挤一般人对生活的无奈 而这个声光相互融合 营造出一种星际时空梦幻世界的72变 有72个40公分长的LED灯管组成 闪烁的灯光照耀在前后两面镜面墙上 不断改变参观者的视觉感官 这是北美馆和法国李昂国立音乐创作中心 共同合作展出的破声音音像装置展 运用声音影像等新媒体科技 让观众感受坠落和横跃的状态 刚开始的时候在心情上面产生很大的震荡 可是他在展览的后面 慢慢慢慢的就是把你引导到一个 比较形而上的 比较安静的 比较一个另外的状态 来自法国的策展人强调 这绝对不是科技展 而失败是为科技之刺才有的全新表现 走进展场宛如走进一档旅程 也把观众带进一个不可知的见面 和一般的艺术展览非常不同 记者选此的欢迎台北报导 感谢观看